我六岁的女儿小姐最近喜欢上了玩捉迷藏,她似乎永远都不会厌倦,不过反正我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找到她,因为她总是藏在一眼就能发现的地方。 小姐真的很喜欢捉迷藏,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月里,这成了我们的日常活动。 直到今天我下班回家时,事情发生了变化,我穿过车库走进来,看到了我们的保姆苏姐,她正因为找不到小姐而发狂。 我很慌张,问苏姐她最后一次看到小姐是什么时候,她说小姐就跟往常一样想玩捉迷藏,所以她就转过身,在小姐躲藏的时候倒数十下,再次转过身来时,小姐已经不见了。 苏姐说她找过沙发底下,卧室,床底下,门后面和其他几个地方,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分钟了,她还是找不到小姐。 然后苏姐说她喊过小姐,说小姐赢了,让她从躲藏的地方出来,但是小姐一直没有出来。 她想着小姐可能是没有听到她的声音,于是继续寻找,并叫她的名字。 但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,苏姐开始慌张起来,她在房子里跑来跑去,叫着小姐的名字,说这不怎么有趣,但还是没有回应。 我甚至问过苏姐,有没有听到过什么移动或者笑的声音,这些都是透露出小姐隐藏地点的线索,但是苏姐说没有。 说到这里,苏姐哭了起来,她不停地道歉,几乎说不出话来。 女儿的做法让我感到很糟糕,她从来没有这么淘气过,而且她很爱苏姐,不会让她担心的。 我镇定下来,向苏姐保证说,小姐肯定在家里,她太矮了,没办法自己开门出去,叫她跟我一起继续找她。 我们找了有几个小时,翻遍了所有孩子能够藏进去的地点,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,苏姐永远不会想到去找的地方。 就是小姐的衣柜,就在她衣服后面的衣柜深处,右下角的地方有一扇小门,曾经被用作小型升降机,我都忘了这东西的存在了。 我跑向苏姐,喘着气把这件事告诉了她,我们跑进小姐的房间,疯狂地拉开衣柜门,差点把它扯坏了,我跪下来,把一堆衣服推到右边。 就在这里,我们面前的是升降机的小门,它被涂成了白色,但还是可以看出,墙上黑色的正方形轮廓。 苏姐和我沉默了下来,我知道,我们都在担心最后的情况已经发生了,我叫着小姐的名字,说现在已经不用藏了,但是没有得到回应,我慢慢伸出手去抓门把手,心碰碰直跳,然后拉开了门。 小姐就在里面,但眼前的一幕十分可怕,她的身体扭曲了,两膝完成九十度,脚碰到了升降机的顶部,胳膊在两腿之间怪异地扭曲着。 她的长发披在脸上和身体上,透过头发只能看到她的眼睛,而她的指甲因为挖木头而流了血。 苏姐和我都吓坏了,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。 过了一会儿,苏姐说她肯定吓坏了,可能还骨折了,所以苏姐开始站起身来叫救护车。 就在苏姐开始移动时,小姐尖叫起来,那是一种尖利的野兽般的尖叫。 尽管如此,苏姐还是站起身来,找到她的手机叫了救护车,直到她回来,小姐的尖叫声才停止。 但是,我想小姐可能是因为疼痛晕了过去,我慢慢地靠近她,大概只移动了几英寸,我就看到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,呆着地盯着我看。 我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,但是内心的直觉叫我不要靠近她,我想安慰她,但又很害怕她,我害怕自己的女儿。 过了得有五分钟,我听到门外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,一阵红光从小姐房间的窗户照进来,我松了一口气,我转过头去看小姐,但却发现升降机的门在关上,小姐的头顶正在往下掉。 我跳过去,手夹在门和升降机之间,设法在最后时刻阻止了她,我大声叫苏姐去叫医务人员,与此同时,我的食指突然传来一阵剧痛,我尖叫起来,把手冲回来,血液流到了地板上。 然后我看到升降机的门关上了,还能听见小姐被放下去时的笑声,但我很快就顾不上这事了,因为我手指上的疼痛,很快变得无法忍受。 我慢慢把手举到能看到的地方,然后松开抓着她的另一只手,眼前的景象让我差点晕了过去,我的食指有一半不见了,在关节的地方被整个咬掉了,我感到血液在里面流动,在皮肤里跳动着。 然后我听到苏姐跑了进来,提醒楼下的医护人员赶快进来,我试着告诉她小姐的事,让医护人员去地下室找她,但我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完就晕了过去,那之后的事情我不怎么记得了。 只知道我在医院醒来,也就是现在。 大约一小时前,警察来过后又走了,他们分别询问了我和苏姐,然后告诉我他们找到的证据,就只有地下室一扇被打碎的窗户。 卧室地板上我的血迹,以及升降机里我的一肩手指,屋里屋外都没有小姐的踪迹,就连警犬都找不到线索。 所以现在她被登记为失踪人口了,我能从警方的语气看到,他们对找到她不抱太大希望,但我知道她就在某处。 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害怕,我忍不住想,她可能仍然认为自己在玩捉迷藏的游戏,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版本,更多人参与了的游戏。 所以如果在树林里,或者在你家的某个地方见到她的话,记住我的警告,不要和她一起玩捉迷藏。 我儿子小杰一直不擅长交友,他二年级刚毕业,我开始觉得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拥有一位好朋友了。 结果入下的第一天,他告诉我,隔壁邻居家的儿子亨利想和他一起玩捉迷藏。 我给亨利的妈妈打电话确认此事,并约时间,我们所在的小区很小,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,但他很犹豫。 我解释说小杰特别内向,他能交到朋友非常不容易,他勉强同意了。 我告诉小杰第二天可以去玩,他为终于交到了朋友而特别激动,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 第二天,两个小男孩去街对面的操场玩,我则和亨利的妈妈聊天,我说,不好意思啊,之前都没有和你们认识一下。 他回答说,没关系,他一直在用手机给其他人发消息,感觉他有些心不在焉。 你和你老公周末有安排吗?我想表现得友善一些,好让小杰和亨利之间的关系尽可能顺利一些,但他只是皱了皱眉说,我觉得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。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冷淡,而且我还没来得及问,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,他就把他儿子叫过来离开了。 于是我站起身来喊小杰,但他没有回应,我想他肯定是还藏着,然后向操场走去,开始找他。 出来吧宝贝,我们得去洗澡,然后准备吃晚饭了。 我说,还是没有回应,我跪下身,查看操场上的场馆子,想看看他在不在里面,但什么也没看见。 我开始慌了,喊他回答我,但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 我叫我丈夫过来,把情况告诉了他。 贝斯,你先冷静,去问问那个邻居家的孩子,看他知不知道小杰会藏在哪里。 可能小杰只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,又因为不在操场上,所以听不到你的声音。 幸好他能保持头脑冷静,于是我来到亨利家敲了敲门,亨利的妈妈似乎对我的出现感到很恼火。 又怎么了? 他怒声说,他仍旧在手机上发信息,甚至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 我说,很抱歉打扰你,但你儿子离开的时候,小杰可能觉得游戏还在继续,所以他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,我找不到他。 然后呢,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? 我想问一下亨利知不知道小杰可能去了哪里。 他怒视着我,你在指责我儿子吗? 找不到你儿子都是你的问题,现在赶紧离开,否则我要报警了。 他的说辞简直让我目瞪口呆,但我确实报警了。 美国警察来了之后,我把我儿子的事情告诉了他们,并尽量让他们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过度劳累,压力很大的母亲。 他们搜查了公园,但到处都找不到我儿子。 我丈夫回家后,我把邻居的事告诉他,他觉得很可疑,他说,我们在这里住了快五年,我不记得有邻居的孩子叫亨利,这有点不对劲。 他说他会去和那位妈妈聊聊,但一个小时过去了,他还没回家。 我开始觉得很不安,天已经快黑了,我走过去敲了敲门,那位妈妈开了门,视线依旧停留在手机上。 我有点失控了,我推开他手上的手机,迫使他看着我。 我老公过来找你说事情,他现在在哪儿? 我生气地问道,他似乎被我的怒火逗乐了,可能在外面跟你儿子玩捉迷藏的。 他笑道,把我的手机还我,你有什么要紧的事,就不能理会别人一小伙吗? 我怒视着他发送中的信息说,而眼前的信息让我心里一沉。 一号包裹已发出,为你准备了二号包裹,是意想不到的收获,打包发售,资产确认。 下面是我儿子和丈夫被关押在某处的照片,他们被绳子绑了起来,嘴上贴了胶带。 天哪,我后退了一步,这位邻居朝我扑过来,我们摔倒了街上,我大声尖叫,打他,抓他的眼睛。 我抓过手机向操场跑去,我给他正在联系的人发信息,要求放了我的家人。 就在邻居准备再次扑倒我的时候,我找到了一根金属管子,打中了他的头侧面,把他打晕了。 为了对这些绑架犯展现我的坚决态度,我发过去了一张邻居的照片,我会把证据交给警方,但如果你放了我的家人,我就一个字也不会透露。 我对手机另一头的人说,终于,我得到了回应,不如来一场游戏吧。 我心里一沉,壮着胆子问是什么游戏,果然是捉迷藏,你藏起来。 接着,一颗子弹突然从我的头边上掠过,我跑进邻居家里,猛地关上门,这期间更多子弹射击而来。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,我试图藏身在屋里,期间一直被袭击,我跑过窗边,跑向楼上时,又响起了枪声。 他儿子在睡觉,显然不知道自己母亲在座的违法勾当。 我决定和那些绑架犯做个交易,于是发过去了他儿子的照片, 这个孩子是你们的资产吧,你们是用他来引诱别的孩子吧, 如果不放了我的家人,我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。 两分钟后,枪声停了,然后他们发来了信息, 两分钟内在房子里找到你的家人。 于是我大声喊着丈夫的名字,但没有回应。 我来到一楼时,邻居出现在了门口,他浑身是险,但明显很慌张。 事情不该是这样的,你把我儿子还给我。 他祈求道,我站在楼梯前,对他只感到愤怒。 你绑架了一个孩子,逼迫他和别的孩子玩游戏, 就只是为了把孩子们卖给人贩子,现在你还指望我相信你在乎他。 我喊道,他一发现我已经得知真相,伪装出来的关心就消失了。 然后他尖叫着向我逼近,在楼梯底下扑倒了我。 同时,我听到手机里的倒计时逼近于灵。 你根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艰难,我只知道这些人残忍无情。 他尖叫道,我用手机猛击他的喉咙,然后朝房子后面跑去。 我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室的楼梯,还听到了模糊的尖叫。 我在底下找到了我的家人,然后赶紧给他们松了吧。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,地下室的门关上并上了锁,然后手机里的声音给出了新的信息。 选择一个关心你的人来找你,让他参与我们的捉迷藏游戏,否则我们就杀了你,选择他当下一个受害人。 这样你就能多活一阵子。 我的丈夫一直让我不要听从这威胁,但我脑子里全是小杰,于是我选择了我的表哥。 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天,没有食物,也没有水。 亨利和自称是亨利母亲的女人消失了,很可能是去了别的小镇诵骗其他人了。 而我们得救了,因为我表兄弟是在FBI工作的,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信息。 比如,为什么这些人会执着于一个孩子的游戏? 为什么利用别的孩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? 虽然我们报了解,但真正的犯人从来都没有被抓到。 现在我们离群所居,小杰也几乎不尝试交朋友了,即使交朋友,他也从来不玩捉迷藏。